下面我们跟介绍一个应变的密度函数 首先在介绍这以前我们先做两个假设 第一个假设 我们假设这个材料在变形过程之中是 adiobedic 绝热的 也就是说温度不会 温度不会有那个热进来 也不会有热出去 事实上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我材料变形过程是缓慢的 不是很快 很快会有很 你一个东西拉得太快会有很大的热 我们假设我在拉的时候就是慢慢地拉 就我不考虑温度的变化 没有热进没有热出 第二个假设 我们假设外力所做的功 外力对物体所做的功 跟它过去的历史无关 跟路径无关 那这个假设重点是什么 指的就是我们下面谈的只有弹性力学 因为只有在这个部分 它永远维持这条线 如果你到了塑性区 你前面有没有过度的拉伸 它就会影响我的材料性质 做的功会不一样 我们这边指的就是做的功 跟路径无关 也就是说我只限于在这一块 只有在这一块才会跟路径无关 因为有人走的是同一条路径 也就是说我们下面所讲的 只限于在弹性力学范围了 我们第二第三章 各位介绍的都是一般的 都从一般的再简化到 弹性力学范围 这一个小节 我们直接从弹性力学范围的角度 来思考 现在假设有一个工作件 受到外力 它的体积叫V 表面积我们用大写的S来代替 体积是V 表面积用大写S来代替 然后假设 作用在这个物体上的外力 有两个 一个我们叫body force 另外一个是真正的外力 我们叫sigma n 这n指的是corsi stress 然后因为有这些外力 它会产生一个位移 那假设呢 我给这个外力加了一点点额外的外力 加一个data sigma n 那很明显 它会造成额外的位移 那我们就算算 针对这个额外的位移 这个外力所做的功 等于什么 针对这个额外的位移 外力所做的功 德塔U所做的功 等于什么 第一个我们先看 body force所做的功 当然就是 我们都知道 应用力学告诉各位 外力对 指点位移所做的功 就等于是body force data我的位移量 所以我们这边写成 b dot data u 因为body force 作用在整个体积的 所以是对整个体积积分 所以这个三重积分 那就是bi data ui 但是呢 如果sigma n 所做的功 就是应该sigma n data data u 这边其实严格说起来 应该是这个样子 真正 这个就是叫 surface traction 作用在物体表面的 应力向量 这个就是外力 应该是sigma n 加上data sigma n data data u 严格说起来 应该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就变成 sigma n dot data u 加上data sigma n data data u 上面有两个data 只有一个 所以这个远小于它 所以我们假设 这个等于0 所以你们看到 现在就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是 surface traction 是外力 作用在物体表面的 所以我们是 做一个面积分 等于sigma n dot data u 那总共外力 所做的工就 这两个相加 可是你们也知道 三重积分 跟双重积分 没办法加的 所以我们要把 下面的这个 对面积的积分 设法改成 对体积的积分 那我们这要说 稍微先 动点手脚 第一个sigma n 可以写成 sigma i 接 n 接 e i 这是我们前面 讲的 cos 是 formula 是等于这个 然后data u 我可以写成 data u k 1 k 所以这两个 data dot在一起 我们就变成了 这个sigma n data u ds 然后把上面的 这个带进去 得到了这边 这一下 而得到了这边 得到了这边 这一项以后 我们直接看这个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把上面这两个 带到这个sigma n 所做的功 k等于这一个 然后把这边的data i k 跟这边的取代掉 我们变成了 这个结果 对不起 跳快了一步 好 到这边来讲的时候 我们现在看 这个就相等于什么 你们看括号 括号这个里面 事实上相等于一个向量 因为它有一个 下标重复的 只有一个下标 然后乘上这个a n 那这样 因此这个等 如果说你把这个 括号里面 当做一个向量 比如说叫f 这个就相等于是f dot n 这个n指的就是我面积的发现 然后回忆一下在公数 这我们不正能可以查到 我们有一个所谓的divergence theory 这个divergence theory 事实上就是把双重积分 面积分跟体积分互换的 这么就告诉我 如果我有个f dot n的面积分 就可以变成这个 这个dota dot f 就叫divergence divergence f的体积分 就是有一个向量 跟我的发现的dot的值 的面积分 就可以转换成为 这个向量的divergence的值 的体积分 所以我们依照这个 这一下 就变成这一个 变成 因为这还是变形后的体积 所以变成partial partial sci 成上中间这一下 这个我们就把双重积分 换成了三重积分 面积分变成体积分 这我们后面 还有好几个地方 都会用到这个观念 这个就叫divergence theory 一般的公数 都会有交道 我们不在这边证明了 所以我现在变成了体积分 然后呢 因为这是对两个 一个是sigma 这个本身呢 有两个 一个sigma 一个u的 乘上u的微分 所以我们把这微分弹出来 一个先微分sigma 固定u 然后再加上固定u 微分sigma 我们就得到了这两项 得到了这两项 这个体积分以后 我就把它跟前面 这个body force 相加 所以加起来以后 我总共的外力 所做的工 这两一加 变成了这一项 而这一项的时候 你们仔细看 左边这一个 不就是我们前面 所推导的平原方程式 而这个平原方应该等于零 说这个会等于零 所以我外力所做的工 剩下变成了这一项 sigma 变成了delta的partial UI partial UI partial细节的这一项 这个变成我外力 所做的工 好 这个我们是用变形后的坐标系统推导的 如果你要用变形前的坐标系统 cose stress 就会变得first的partial cose stress 对c的微分就会变成对x 这个就是变形前的坐标 这指在大变形 这两个不一样 如果是我们讲的 我们考虑是在弹性力学范围 在弹性力学范围的时候 这些都没有差 变形前跟变形后的坐标都一样 所以我们的sigma接近 就相等于是π 对x微分就相等于对c的微分等等 所以我们最后所做工 可以写成这个方程式 我不再对c微分 直接对x微分 因为在弹性力学范围 这个没有差 所以变成这一项 变成这一项以后 这是ui,j 然后呢 本来是partial的data 然后把data挑出来 我们变成sigma ij可以 因为sigma ij是对称 所以sigma j 我这边变成sigma ij 然后我们仔细看ui,j这一项 这一项呢 我们现在把它拆成两个 一个是二分之一的ui,j加u,j 然后加上二分之一的ui,j-u,j 这个一个正的ui,j 一个负的ui,j 一个负的ui,j 是消掉的 所以这整个合起来就是等于ui,j 但是你们不要忘了 那这个第一个就是我的green strength 在弹性力学小变形的时候 i,j 这个呢 是反对称 可是sigma ij是对称 我们讲过对称成反对称等于零 所以最后变成这一项 这就是我们要做得到的 物体变形的时候外力所做的功 body force跟service tracing所做的功 就等于sigma ij,d,epsin ij 就等于这一项 我们就直接得到了这个结果 然后 因为我们说这个是绝缘的 依照绝缘化 依照乐力学的第一定律 我外力所做的功 就等于我内部能量的变化 也就是这个 德塔i dv 德塔i就指的是内部能量的变化 外力在没有温度 就是没有热能静跟粗的状况之下 外部所做的功 就等于我热能的变化 所以 这两个相等 我们就会得到了这个式子 德塔i等于sigma ij d,epsin ij 好 我们现在这样子看 德塔i 如果德塔i 是function of epsilon ij的话 假定这个i 是function of epsilon ij 那德塔i的 我这可以写成权威分的形式 就相等于是 当然我可以写成权威分的形式 那我把这个跟这个一比较 我们就得 我们就会知道 会存在有这么一个函数u 使得了u对epsin偏为分 就等于这上面的sigma ij 因为这个等号右边要等于这个等号右边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式子 sigma ij等于一个u对epsin ij的为分 这个u我们就叫做硬变能密度函数 Store energy density 也有人叫elastic potential 因为这弹性的 也有人叫Store energy density 好我们先解释为什么叫密度 你们晓得只要一看到density 都是代表单位体积 你们仔细看这边的单位 sigma单位 sigma的音次 应力的音次 是力量除上面积平方 应变的音次是L除L 那f乘L就是能量 所以这个就是变成L三次方 我们叫交额好了 就是等于 也就等于是单位体积的能量 因为是单位体积 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密度 单位体积 我们把这个叫做密度 为什么叫应变能 因为它是方权而复应变 它是跟应变 它是应变的函数 那能量很明显 它的单位就是一个能量 力量呈长度 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 应变能密度函数 你知道它的应变能密度函数 你就可以找出来 我应力应变的 本身我们可以找出 我应变应变的 应变应变的关系是 同样的道理 我们刚刚讲的是绝缘 如果是isosomal的状况 就是等温 其实等温跟绝缘很类似 绝缘是代表没有热量进 没有热量出 等温是代表在过程之中 温度永远一样 也就代表温度不会增加 不会减少 就是类似绝缘 所以我们同样的道理 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 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 因此 不管是在绝缘 还是在等温的状况之下 这个结果都成立 而这个结果就是我们讲的 它代表就是 你的变形过程要慢 不能太快 应变率不能太大 我们都可以得到类似的 这个的结论 然后因为我们说 它是应变的密度函数 所以它可以方寻 这六个应变分量 但这六个应变分量 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 是三个主应变 跟三个主应变方向的函数 因为每一组应变分量 都可以得到三个主应变 跟三个主应变函数 分方向 这边的N1N2 Y1,2,3就是主应变 N1,2,3也就等于说 我这个应变的密度函数 也可以方向 我的主应变值 跟主轴方向 如果材料是非等向性 unisotropical 那我这边的方向 一定要存在 假定材料是unisotropical 非等向性 那我们这样考虑一个 spatial状况 如果材料是等向性 假定材料是等向性 意思就是说方向没有影响 我的应变的密度函数 就会变成 只是方形of 我的三个主应变 只是方形of 这三个主应变 假定材料是等向性 如果我应变 只是方形of三个主应变 而我们就知道 这三个主应变 对不起 方形of三个主应变 如果我的应变的密度函数 指这方形of三个主应变 它也相等于 方形of我三个 应变不变值 也就可以写成是 方形of我三个应变不变值 1ε2ε3ε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三个主应变 跟这三个应变不变 只是三个系数都有关系 好 那依照我们前面的定义 我的sigmaig 就可以写成这个形式 因为sigmaig就是等于 这个应变的密度函数 对ε2g的微分 而这个方形of这个 所以写成这些 这就是 应力跟应变之间的关系 可以写成这个结果 那我们现在看一个特殊状况 如果我现在是 应变主轴方向 减应变等于0 在这个条件之下 你们自己回去算一下 如果减应变等于0 这三个偏微分都会等于0 也就是说 假定我现在选的坐标轴 是应变主轴 我的ε1,2,2,3,3,1都等于0 而在这个条件之下 这三个微分都会等于0 这三个微分都等于0 带到上面 代表了什么 我的sigmaig也会等于0 也就是减应变等于0 所以 这告诉我们一个结论 如果材料是等向性 材料是等向性 我现在选的这个坐标系统 是应变主轴的 因此减应变等于0 但是我们同时证明 在这个坐标系统之下 减应变也会等于0 因为减应变等于0 代表什么 这个坐标系统 也是应变主轴坐标系统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这一点的应变主轴 跟应变主轴 是互相重叠的 这就是我们跟各位讲的 听哦 只有是在等效性材料 等效性材料 完全没有方向性的材料 同一个点的应变主轴 跟应变主轴 是一样 只要材料有一点点的方向性 任何一点 应变主轴跟应变主轴 不会一样的 这边我们用这个证明 给各位看 这就是我们这边 最主要讲的 这个小节最主要讲的 只有两件事 第一个 应变的密度函数 是跟应变和应变有关 如果我像给你一个材料 给你一个材料 你就要先算出 它的应变能密度函数 是function of 应变分量的 然后把这个函数 对应变为分 你就会得到应变 也就是得到应变应变的关系次 如果是一般复合 有方向性的材料 我们要找到应变应变的关系次 听哦 有方向性的材料 我们要找到应变应变的关系次 通常就从这边找手 先算出应变能 再把它对应变为分 得到应变 而那个关系次 就是我们的应变应变关系次 第二个就是 只有等向性材料 应变才会跟应变主轴重叠 那结束我们的第二个小节 对应变应变的关系组